他以领口供被判无期徒刑 在预感自己即将面临对手的暗算的时候 他把所有秘密告诉了一个小混混陆明 并想办法让他获得缓刑 指望利用这个年轻人替自己复仇 而陆明仅记着大安人的一句话 什么都别说 欢迎收听2022年热门现代都市有声小说 领口供 敬请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 陆明急忙起来洗了一把脸 然后带着陆虎六子跟陆婉林上山去老宅子 等到了地方一看 只见自家老宅子前面空地上已经有不少人了 大部分应该都是王家的亲属 他在人群里找了一会儿 并没有看见御文的身影 猜测他恐怕已经回去了 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 地上铺满了火炮的纸线 来替王魁送行的亲友们 看见陆明来了都盯着他看 有些伤了年纪的人还指指点点 似乎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 一走进院子就看见七八个和尚 围着一个巨大的红旗棺材 席地坐在门口的空地上正在送经 那嗡嗡的声音听起来 像是有一群苍蝇蚊子在乱飞 而院子西北角还有一个乐队 男男女女都穿着大红大绿的服装 王良看见陆明就迎了上来 递给他几只已经点燃的香 说道 你去拜拜吧 陆明知道这是必不可少的仪式 接过香就朝棺材走过去 结果被王良拉住 说道 在里面人还没有入关呢 陆明一想到 要直接面对王魁的遗体 心里面忍不住有点恐惧 不过还是硬着头皮 跟着王良走进了堂屋 只见厅堂正中央 摆放着临床 王魁的尸体 头里脚外躺在那 身子上盖着十几床被子 脸上遮着一张黄表纸 地上放着一个火盆 里面的炭火红彤彤的 陆明上次第一次 见到王魁的时候 尽管看上去已经老态隆重 可那身材却依然高大 没想到 此刻面前的尸体看上去 只剩下一半都不到了 那身材 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心里面顿时惊讶无比 心想 难道人死了之后 都会缩成这个样子 经过了毛竹原和家里两次闹鬼之后 陆明已经比以前更加迷信了 生怕王魁的王灵 把对爷爷的怨气转嫁到自己身上 急忙举着箱 冲王魁的遗体败了三拜 然后把箱插在箱炉里 急忙退了出来 入关 只听一个人 把声调拖得长长地喊了一声 随即 就有六个身穿校服的王家子弟 抬着王魁的遗体 慢慢走了出来 和尚们嘴里不停地念经 不过都从地上站起来 分裂在棺材左右 而一旁的乐队忽然就开始演奏起来 盖住了和尚诵经的声音 并且演奏的音乐 竟然是那种听起来喜气洋洋的音乐 没有一点哀悼的意思 反倒像是在庆贺王魁的死似的 怎么演奏这种音乐啊 陆明一脸好奇的小声问陆万林 陆万林笑道 王魁啊都快一百多岁了 算是老喜丧 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自然要演奏喜庆的音乐 你看看那些送葬的婆娘 看见有一个哭的没有 老喜丧是不准哭的 要是死的是王良 那些婆娘啊 此刻早就哭昏过去了 起凌 王魁装进棺材之后 又听见思怡喊叫了一声 几个壮汉 用人腿一般粗的竹杠 抬起棺材 在一群人的簇拥下 走出了院子 陆明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直以来 一想到王魁的尸体 就停在自家老宅子里 心里面就像压着一块石头 现在这块石头 终于让人抬出去了 他抬头看看老宅子楼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忽然心里泛起一阵寒意 总觉得那四扇老式 木头窗户后面 有一双窥尸的眼睛 心想 王魁在这栋老宅子里 就像活死人一般 晃悠了几十年 到处都留下了他的气息 从他自身的愿望来说 肯定不愿意离开这里 说不定已经暗中 和爷爷那些马子的阴魂 难舍难分了呢 现在肉身虽然已经抬走了 可阴魂早就隐藏在 这栋老宅子的各个角落 要想把这栋老宅子清理干净 显然已经不可能了 严格说起来 这栋老宅子 才是王魁真正的坟墓呢 乐队吹吹打打 送葬的队伍 一直来到陆明上次见过的 那座古老的小石桥 王魁在桥头站住了 并没有继续跟着灵鹫 走过石桥 陆明还以为 王良是在等自己 急忙走过去 没想到他说道 就送到这儿吧 我们就不去了 陆明一阵惊讶 心想 作为儿子 怎么能不亲自 看着老子下葬呢 陆万林似乎猜到 陆明的疑惑 笑道 梅渊村鲜民的坟影啊 都在石桥那边 所以这座石桥呢 就被当做了奈何桥 送葬送到这里 也就算到头了 当然了 想送过去 也没关系 陆明其实也不想 跟着去墓地 笑道 这都是你们自己 编出来的吧 奈何桥 可是阴阳分界线 照你们这么说 那谁还愿意过去啊 王良说道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 对于去世的人来说 就是奈何桥 可对于去那边干活的人来说 就是一座普通的桥 对了 现在老宅子归你了 我家里人 已经把该搬走的东西 都搬走了 不过楼上 有一些旧家具 都是你祖上留下来 有一张红木大床 还挺值钱的 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说实话 那张床 我家里人 谁都没有在上面睡过 陆明说 你陪我上去看看吧 我对自己的祖居 还没有一点印象呢 几个人又沿着一条小路 回到老宅子 刚刚还热热闹闹的 可现在 却幽静的 就像另一个世界 除了阳光 和高高略过树梢的风声 什么都听不到 就连平常在大张树上 叽叽喳喳的鸟雀 也被火炮吓得逃走了 哎呀 这两个石索 也有些年代了吧 看上去 有四五十斤呢 陆虎在院子里 看见了两个 深陷进泥土去的石索 感兴趣地说道 陆明直指院子里 一把大条肉说道 你和六子 把院子里纸屑都清扫一下 把石索挖出来 洗干净了 说完 就和王良 陆婉林 走进了屋子里 楼下也没什么可看的 上次来的时候 摆在堂屋的家具 都已经半空了 两边的厢房里 原本就没什么东西 拉开房门 就能闻到一股霉味 你父亲 是怎么死的 我的意思是 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陆明问道 王良瞥了一眼 陆婉林 似乎还有点不愿意说 不过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也不是什么病 实际上是昨天晚上 从楼梯上滚下来摔死的 陆明吃了一惊 自不信道 摔死的 王良点点头说 今天早晨啊 我老婆来给他送饭的时候 发现他就死在楼梯口 鼻子里有血迹 一只血也掉了 我爸年纪大了 腿脚不利索 显然是不小心 从楼梯上滚下来的 不过我也纳闷呢 他这两年 基本上不去楼上了 也不清楚他昨天晚上 怎么突然就上楼去了呢 最奇怪的是 他最近饭量大增 你不知道啊 他最喜欢吃梅豆饼 喝甲鱼汤 以前一顿只吃一个饼 甚至有时候 胃口不好的时候 半个饼都吃不掉 所以经常都剩下来 可最近一段时间啊 我老婆每天给他送的四个饼 都吃得一点不剩 我老婆也奇怪呢 问他最近饭量怎么这么好 他还生气 说不是他吃的 而是晚上被老鼠吃掉了 还嘱咐我们 给他弄一只猫来抓老鼠 我这还没顾上呢 没想到他就去了 陆明疑惑道 这老柴子就你爸一个人 楼上又没人上去 多半成了老鼠窝了 可以奇怪啊 老鼠应该以前就有啊 为什么现在才出来 陆万林笑道 哎 夏天的时候啊 老鼠吃的东西多 田里面也能找到食物 眼下入了冬季 就不太容易找到吃的东西了 所以就钻到屋子里来了 陆明想想也有道理 于是就跟着王良上楼 他发现楼梯 都是用上好的楠木做成的 但毕竟年代太久了 所以脚踩在上面 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尤其是三个人同时走在上面 还会微微摇晃 他还真有点担心 会不会突然垮掉 楼上的样子 跟陆明想象的不太一样 并没有一间一间 隔起来的房间 除了左右 有一个房间之外 其他地方 都是敞开式的 一上楼 就能看见最里面的一张 挂着蚊帐的大床 靠墙摆放着几把破旧的太师椅 还有几只旧实的木头箱子 除此之外 并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由于木制的窗户都上了栓 房间里光线幽暗 阳光从裂开的木窗户里 射进几条细细的线 可以看见静静浮动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岁月的尘埃 奇怪的是 楼下那些没人住的房间 都散发出一股霉味 可楼上反倒闻不见那种气味 好像这里的东西都已经被风化了 以至于失去了发霉的机会 但这也不是说 房间里就没有气味 只是无法说清楚 是一种什么气味 陆明吸动着鼻翼 嗅了几下 感觉到自己嗅到的 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气息 楼上以前啊 都有隔断屏风 后来被我爸拆掉了 王良打开了灯 一边像个博物馆讲解员似的说道 陆明走过去 打开一扇木质窗户 顿时 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 不过随即 就打了一个喷嚏 因为它被自己带起来的灰尘呛倒了 房间里的光线透亮起来 陆明抬头 看看天花板 只见屋顶 全部都是用直径几十厘米粗的原木搭建而成 在正中央 用一根直径 差不多半米粗的原木支撑 并且一直通到楼下 忽然他发现 屋顶的主梁上面 好像刻着什么字 只是 有点模糊不清了 于是 冲王良问道 那上面写的什么呀 王良好像还是第一次看见 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 摇摇头说 看不清楚 应该是盖房子的时候刻在上面 记载着上梁的年份 陆明找来一把椅子 站到上面 仰着脖子看了半天 终于辨认出来 上面写的是 民国五年 上洞大吉 再后面的字 实在看不清 不过 应该是人名字 只能勉强辨认出一个路字 一个原字 陆明在脑子里 把自家家谱回忆了一遍 忽然想起 第24代曾祖父的名字 好像叫陆济元 再根据年代推算 民国五年 应该就是1916年 基本上可以断定 这栋老宅子 应该是出自曾祖父的手 当然 可能经过了后人的扩建 或者修气 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王良也不知道 陆明怎么会对梁上的几个字感兴趣 见他从椅子上下来 于是说道 你看看 这就是那张红木大床 我听说城里面 有人专门收这种床呢 很值钱呢 陆明听王良的语气 好像有点后悔留下这张床似的 不过他也知道 这种红木旧家具很值钱 初步估算 这张床在经过翻新之后 说不定能卖到四五十万呢 他猜想 王良尽管已经意识到床的价值 可还是想不到会值这么多钱 否则就不会这么大方了 不过自己出的那笔购房款 也没有让他吃亏 陆明走过去 慢慢地揭开文章 没想到床上竟然还垫着一块褥子 还有一个旧枕头 枕头上绣着的鸳鸯图案 居然没有怎么变色 心想 肯定不会是爷爷留下来的 王良居然说 他的家人从来没有在这张床上睡过 显然是撒谎 当年 他们一大家子人住在这里 怎么会让这张床空着呢 这时 陆万林忽然用手在褥子上拍了几下 说道 你爸恐怕最近一直住在楼上吧 王良愣了一下 随即肯定地说 那不可能 他这辈子也没有在楼上睡过觉 一直都是住在一楼的左厢房里 陆万林又伸手在褥子上拍了几下 你看看 一点灰尘都没有 显然有人经常在上面睡觉 要不然 这文章一抖 早就呛的人站不住了 王良似乎也感到意外 不自觉地伸手拉着文章 抖落了几下 确实没有发现有多少灰尘 疑惑道 难道我爸这几天 真的在这里睡过 可晚上也挺冷的 怎么就没有被子呢 陆明脸上惊疑不定 盯着王良问道 你爸为什么 从来不在楼上睡觉啊 王良瞥了陆万林一眼 神情扭捏地嘟囔道 可能是有什么顾忌吧 听说你爷爷以前睡在楼上 陆明总觉得王良没有说实话 似乎有难言之隐 也不好多问 正想走过去 关上窗户下楼 忽然听见陆万林说道 你还说你爸没在这睡过 你看看这把椅子 说着 把靠近窗户边的一把椅子拉过来 指着上面继续说道 其他的椅子上面都是灰尘 但这把椅子却是干干净净的 肯定是经常做的缘故 陆明低头一看 果然发现 椅子上竟然一尘不染 干净的就像有人特意擦拭过 再看看椅子刚才摆放的位置 顺着那个角度看出去 正好能看见院子大门 以及围墙外面的大张树 有人曾经坐在窗前朝外面探望 这个念头 闪过陆明的脑迹一闪而过 不过那个朝外面探望的人 还是王魁的身影 但目光却仔细地把整个屋子巡视了一遍 最后又仔细看看窗户跟前的楼板 似乎发现了什么 走上前去蹲下身来 在楼板的缝隙里 捡出一个已经被踩扁的烟头 他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 上次来见王魁的时候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袋 和通体碧绿的烟枪 以及颤抖着手在烟锅里装上烟丝的情景 惊讶地抬头盯着王良问道 你爸还抽犬烟 王良愣了一下 不可能啊 他这辈子都抽烟丝的 当年当村长的时候 别人送他纸烟都不要 哎呀 这是哪来的 好像还是新鲜的烟头 陆明把烟头凑到窗户光亮处仔细看看 辨认出这个烟头的品牌竟然还不是国产烟 而是万宝路 一时站在哪直发呆 陆万林拿过烟头仔细看看 问道 这是什么牌子的烟 没见过呀 陆明说 这是外国烟 牌子叫万宝路 哎呀 原来这就是万宝路啊 听说过听说过 说完 扭头冲王良笑道 你还真会赶时髦啊 连外国烟也抽上了 王良一脸疑惑道 什么万宝路啊 我听都没有听过 我这辈子以前抽凤凰 现在抽云烟 其他牌子的烟还不习惯呢 陆明听了王良的话 一颗心忽然秃秃乱跳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跳 急忙问道 梅园村的商店里有卖万宝路的吗 陆万林说 肯定没有 要有的话 我就买来尝尝了 陆明又冲王良问道 那最近这里来过外人吗 王良摇摇头说 哪来的外人啊 有人来的话 也是去我家找我 怎么会跑这里来 陆明犹豫道 会不会有人来找过你父亲 不可能 我父亲早就没什么朋友了 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人都死光了 还有谁来找他呀 陆明扭头四下看看屋子 忽然就想起了毛主演闹鬼的事件 想起自己新房里半夜的灯光和窗户上的人影 顿时觉得浑身寒毛都竖起来 一边摆手说道 走吧走吧 王良似乎还是一头雾水 嘟囔道 这楼上怎么会有烟头呢 楼下 六子和陆虎已经把院子打扫干净了 那两个石锁也洗掉了上面的泥巴 整整齐齐地摆在院子的石桌上 见陆明他们从屋子里出来 陆虎笑道 老大 六子输了我一百块钱 他说这把石锁我举不起来十下 结果我举了十五下 他只举了七八下 说这话 忽然就发现陆明脸色有点不对劲 急忙打住了 陆明冲王良说 王大哥 我看你明天去一趟陆家镇吧 我把老宅的余款跟你结清 毕竟不是一笔小钱 所以付现金太麻烦了 王良高兴地说 没问题没问题 我还正想去陆家镇买点东西呢 说这话 几人从山上下来 走到下坡的地方 陆明还回头朝老宅的窗户上撇了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 他再次预感到 木制窗户后面 似乎有一双窥探的眼睛 但这次脑子里的形象再也不是亡魁了 阿明啊 你这是怎么了 好像心事重重的 回到家里 陆万林给陆明沏了一杯茶 递给他说道 陆明点上一支烟 抽了几口 大哥 你说老宅子那个烟头 会是什么人留下的 陆万林一愣 似乎没想到 陆明竟然一直在琢磨这件事 于是笑道 嗨 管他是谁留下的 等明天啊 我找几个人 把整栋屋子打扫一遍 打开窗户通通风 去去会去 不管怎么说呀 你赎回了祖上的老宅子 也是一件喜庆的事情 到时候摆上几桌酒 多找些人去宅子里闹一闹 陆明忽然冲陆万林一百手 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最近村子里来过陌生人吗 陆万林愣了一下 这我哪知道 你要是想知道的话 我去问问村委会面前那些 整天在那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 村子里有没有来过外人啊 他们最清楚 陆万林原本是说笑 可没想到陆明说 那你快去问问 陆万林愣了一下 可发现陆明的神情 丝毫不像是开玩笑 而是一脸紧张 尽管一头雾水 可还是马上出去打听了 这里陆明坐在那沉思了半天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拨通了水根的号码 问道 舅 你说我的新房的闹鬼 具体是哪天啊 水根显然没有料到 外甥会突然打电话过来 问这件事 犹豫了一下 说道 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了吧 怎么 陆明打断水根的话 又问道 最近再没有什么异常吧 最近倒是挺清静的 村子里有几个胆大的 半夜还专门去看过几次 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现 陆明也不跟水根多说 马上挂断了电话 又坐在那 闷头抽了一会烟 然后掏出那把备用手机 给陆琪打了一个电话 第一次没有打通 第二次打通了 好一阵 才听见陆琪 气喘吁吁地接电话 趁紧游泳呢 找阿龙吗 陆明急忙说道 不找阿龙 就找你 我问你啊 张坤平时喜欢抽什么烟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陆琪愣了一下 陆明大声道 你别管我干什么 我只问你 张坤平时喜欢抽什么烟 你以前跟他走得这么近 该不会不知道吧 神经病 陆琪称道 他只抽一个牌子 万宝路 陆明心中 打了一个机灵 身子一阵微微颤抖 半天没说话 只听陆琪 微微叫了一阵 好一阵听不见陆明出声 就把手机挂断了 陆虎 六子 陆明愣了一会儿 忽然大声喊道 陆虎和六子 正在院子 正在院子里抽烟 听见老大的声音吓了一跳 马上丢掉烟头冲进来 却发现陆明有点失魂落魄的坐在椅子上 脸色惨白 就像得了什么大病似的 老大 你这是怎么了 可别是被阴气入体了吧 陆明一掌拍在桌子上 喝道 放你娘的屁 是他 肯定是他 这是上哪来的鬼啊 陆虎和六子也不明白陆明嘴里的他说的是谁 不过还是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 真怀疑他会不会是被王魁的鬼魂附体了 老大 你说的谁啊 陆虎小心翼翼的问道 陆明扭头看着两个马仔 缓缓说道 就是那天晚上半夜出现的那个和尚 陆虎一惊 和尚在哪里啊 陆明像是自言自语的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晚上就躲在老宅子里 王魁那些梅豆饼可不是老鼠吃的 多半是他吃掉的 另外 王魁有可能半夜听见楼上有什么动静 所以才破天荒地上楼查看 结果呢 被他推下楼来摔死了 万宝路 那个烟头就是他留下的 没有扔出窗户 陆虎和六子听得一头雾水 搞不清楚陆明究竟在说什么 可见他神情严峻 并不像是疯癫的样子 于是也不敢插嘴 陆明瞥了两人一眼 说道 你们两个现在去老宅子 在院子里仔细给我找找 只要发现有万宝路的烟头 就给我拿回来 六子疑惑道 今天来了这么多人 刚才我们打扫的时候 发现到处都是烟头 六子还没有说完 陆明眼睛一瞪 快去 陆虎一转身就出去了 六子稍稍犹豫了一下 也赶了出去 正好碰见陆婉林带着一个老太太走了进来 你们匆匆忙忙的这是要去哪啊 哎呀老大让我们去找烟头 六子丢下一句话就追陆虎去了 陆婉林疑惑的带着那个老太太走进来 尽管他也发现陆明的神情有点不对劲 还是说道 阿明啊还真让你猜着了 这是李大妈 他前些日子看到过一个陌生人来村子里转悠 陆明一听急忙问道 李大妈 你看见那个人长什么样 多大年纪 就一个人吗 李大妈好像不认识陆明 就一个人 好像是城里人旅游的吧 长相嘛 也没有看清楚 不过五六十岁的年纪吧 陆明急忙说 是不是光头啊 或者戴着帽子 李大妈想了一下 摇摇头说 不是光头 也没戴帽子 我记得很清楚啊 他当时身上背着一个旅行带 在水塘那边站了一会儿 然后就从东边的小路上扇了 陆明皱皱眉头 心想 不对啊 张坤要么是光头 要么就应该戴着帽子 这么短的时间 不可能长出头发 难道不是一个人 可年龄差不多 想到这里 陆明又问道 后来再没有见过 李大妈摇摇头说 没有 哎呀 你是派出所的吧 前些日子 也有警察来问过我们 见没见过陌生人进村子呢 我看村文汇那边贴着通缉令 都说上面那个人是杀人犯 挺吓人的 陆明打断李大妈问道 那你觉得 看见的那个人和通缉令上的 像不像啊 不太像 我看见的那个 像城里人 李大妈想了一下 陆明不再多问 而是笑道 啊 那谢谢你啊 李大妈走后 陆万林似乎猜到陆明的心思 阿明啊 你该不会怀疑那个杀人犯 躲在老宅子里吧 陆明递给陆万林一支烟 自己也点上一支 这才问道 那你说那个烟头 是谁留下的 陆万林说 那谁知道啊 也许是今天哪个客人 因为好奇 偷偷上过楼 陆明又问道 你说王奎 为什么会突然上楼去呢 按照王良的说法 他这辈子都不会上楼上睡觉 尽管王良没有说出什么原因 但我猜测啊 王奎当年肯定在楼上 看见过我爷爷 上了他妈 陆万林笑道 这倒是很有可能 要不然 他也不会一辈子耿耿于怀了 所以呢 他突然跑到楼上就很反常 我的猜测是 他夜里听见楼上有什么动静 所以才上去查看 并且那些饼呢 也不是老鼠吃的 而是被躲在楼上的人吃掉的 陆万林实在笑不出来了 一脸震惊地盯着陆明 失声道 你 你的意思是 王奎是被人从楼上推下来 摔死的 陆明惊恐地点点头 陆万林一脸紧张地盯着陆明 没有出声 随即说道 那既然这样 要不要马上报警啊 陆明知道 如果陆建月是害死自己母亲的幕后侄使 那么凶手多半是张坤 即便不是他亲自动的手 起码也是他手下的人干的 如果自己猜测正确的话 眼前就是一个难得的报仇机会 可问题是 张坤不仅是个凶残的罪犯 而且还持有武器 就算找到他 凭自己和陆虎几个人 怎么可能抓得到他呢 搞不好被他开枪打死 也不是没有可能 冒的风险太大了 但这样就把他交给警察 又有点不甘心 这倒不仅仅是想亲手报仇的问题 而是张坤还是东江市125 袭警案的幕后策划 掌握着卷入这个案子的 所有人的证据 甚至还有可能知道其他的内幕 比如财神神秘死亡背后的真相 如果能抓到他 这些证据可就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范昌明之所以如此急迫地想要抓住张坤 除了打击犯罪的职责之外 最感兴趣的可能也是想得到他的口供 陆建月虽然死了 可孙文林很有可能也跟张坤 有着某种秘密的交易 这样一想 陆明就有点跃跃欲试 冲陆万林摆摆手说 先不着急 再等等 让我想想 也是 你也不过是根据一个烟头起了疑心 谁知道是不是罪犯留下的 再说了 王葵这么一死 罪犯肯定受到了惊吓 说不定啊 早就跑得没影了 如果警察兴师动众赶过来 万一抓不到人的话 到时候怪我们报假案呢 陆明就像没有听到陆万林的话 自自言自语地嘀咕道 我敢打赌 他应该还藏在附近的山里面 今天放了一整天的火炮 他应该能听见 甚至可以躲在什么地方亲眼看看王家出殡的情形 陆万林疑惑道 他没这么大胆吧 只要王家没有人怀疑王葵的死是人为所致 他就没有必要逃走 并且我估计 他采取的是咒服夜出的策略 白天在山里面到处转悠 晚上悄悄潜入老宅子隐藏 并且还可以找到食物 奇怪的是他怎么就单单挑上了王葵呢 这事有偶然也有必然 你想想啊 罪犯逃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当然会选择那种僻静的地方落脚 山上这种老宅子 当然会成为他的首选 他应该早就摸清楚了王葵一家的情况 知道老宅子一般没有人会去 而王葵呢 早就老眼昏花 对罪犯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威胁 甚至还成了一种很好的掩护 说实话呀 要不是偶然之中被王葵发现 出于万不得已 他恐怕还不想杀了王葵呢 此外啊 梅元村是个死角 他要想逃窜只有三个方向 一是从东边过枪 这种可能性不大 二是原路返回 但危险性太大 所以只能往山里逃 这个方向虽然比较安全 但那边几乎没有什么人家 他去哪里找吃的 所以如果没有受到直接威胁 我相信他有可能继续潜伏在梅元村 甚至很有可能在晚上偷偷潜回老宅子 现在王葵已经死了 老宅子正好可以暂时当作他的庇护所 这个季节在野外睡觉 可不是一个六十来岁的人能承受得了的 陆万林听了陆明的分析 紧张地说道 那既然这样 我们干脆报警就算了 陆明犹豫了好一阵 最后下绝心事地说道 不 我要亲手抓住他 不瞒你说呀 他就是害死我母亲的凶手 我要让他死在我的手上 怎么 你知道他是谁啊 我当然知道 前不久他装作和尚躲在寺庙里 想暗算我 没想到歪打正着打死了一个警察 所以受到通缉 就在他逃跑的那天 还在陆家镇杀了两个人 还放火烧房子 其中一个女的二十多岁 还是我公司的员工 陆万林一脸震惊地神情 可 可是通缉令上说 他持有武器 这也太危险了 陆明点点头说 确实很危险 不过现在是我们在暗处 他反倒在明处 我不会直接跟他接触 更不会跟他硬碰硬 所以必须想个什么办法 不过为了预防万一呢 也必须做点准备 你能不能找一只 威力大一点的鸟冲 村子里应该还有这玩意儿吧 鸟冲 不瞒你说 我家里就藏着一只 村子里都收缴过好多次了 可千万不能让人发现啊 陆明瞥了一眼 陆万林 这事你不用参与 不过千万别露出一点风声 我只在这里守一晚上 如果他没来的话 明天我就报警 让警察进山搜索 这你放心 我当然不会出于乱说 不过阿明啊 我还是觉得太冒险了 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陆明笑道 大哥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我说了 不会跟他硬拼的 你不知道 我以前在毛主言 一个人就抓住两个杀人犯 也持有武器 还被我开枪打死一个呢 现在我们有三个人 而且那两个都是我的保镖 干这种事挺内行的 你不用担心 这混蛋不来便吧 只要他敢来老宅子 我保他有来无回 陆万林惊疑不定 那你准备怎么干啊 让我好好想想 你先去把那只鸟冲拿来我看看 可别连鸟都打不死啊 那怎么会呢 我这只鸟冲啊 就算在陆家镇 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 前些年啊 村子里有只狗得了狂犬病 被我在二十米之外 一枪就打得满身窟窿 要不然啊 我也不会舍不得交出去 你等着啊 我去地下室拿出来 你一看就知道了 陆万林刚走 陆虎和六子就急匆匆走了进来 把一个小纸包放在陆明面前 说道 老大 还真让你说着了 我们翻了半天 终于找到六个万宝路的烟头 陆明打开纸包 拿起一颗烟头看了一下 果然是万宝路的牌子 于是 把纸包丢进垃圾桶 冲路虎说道 马上给老三和老五打电话 让他们在天黑之前赶到梅园村 把那只鸟冲带上 另外 让他们买点纯简带过来 记住啊 这事别让任何人知道 陆虎一听陆明的语气 就知道有事要干了 二话不说 掏出手机给老三老五下达命令 陆明等他挂断电话 才冲两个人招招手 把自己的怀疑和推断 告诉了他们 两个马仔吃惊得合不拢嘴 六子那天晚上 并没有参与陆虎他们的盗窃行动 不过 肯定已经听说了 半路杀出个和尚的事情 一边还愣头愣脑地说道 老大 这和尚是我们的朋友啊 你怎么反倒要帮警察呢 陆明训斥了 朋友 那不过是歪打正着 你以为他是为了救陆虎他们 你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警察已经确定了 他就是陆建越豢养的杀手宝林 大名叫张坤 我想你们已经听说过 前不久发生在陆家镇的案子嘛 咱们公司那个女职员就是他杀的 陆明的话 不仅让六子吃惊 就连路虎都神情大变 老大 宝林怎么会跑到陆家镇来 为什么又躲在这个鸡脚嘎啦呢 陆明哼了一声 他来陆家镇 就是想打我的主意 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暴露了 我最近为什么要让保安在家里值班啊 就是担心他丧心病狂的绑架人勒索钱财 不过我们不能冒险跟他面对面较量 这家伙可不是一般的罪犯 黑灯瞎火就能一枪打死一个警察 可见枪法很准 必须格外小心 到时候啊 没有我的话 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正说着 陆万林拿过来一个油纸包裹 放在桌子上打开 你看 我前不久啊 还特意抹过黄油呢 路虎拿起鸟冲看看 说道 好冲啊 这晚上现在可不多见了 陆明说 先收起来 说着痛陆万林说 大哥 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陆万林好像也有点兴奋 客气啥呀 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 你马上啊 做一个王魁的牌位 然后带着陆虎他们 去老宅在堂屋里摆好 越正规越好 香烛长明灯一样不能少 另外啊 晚上让嫂子 再做十来个梅豆饼 装在盘子里 放在王魁的牌位面前当祭品 不过呢 我要在馅里面 掺点东西 陆万林似乎猜到陆明的意思 你是想毒死他 陆明摇摇头说 毒不死他 我还有话要问他呢 你就照我说的去做 成不成 只能听天由命了 陆万林抬起手腕 看看表说道 哎呀 就怕来不及了 那必须赶紧动手啊 也没必要这么着急 这个罪犯啊 是个夜猫子 要来的话 起码也要半夜了 只要天黑前不吵就行 不过可别被王梁看见啊 否则非感动的哭鼻子不可 陆虎和六子一阵哈哈大笑 马上跟着陆万林 去院子里忙活去了 陆明没有想到的是 他和陆奇的通话 被三分局负责监听的技术科 及时掌握了 由于这是第一次 成功监测到陆明和陆奇的通话 所以马上就向吴传普做了汇报 说实话 搜捕张坤的行动都快一个月了 可直到目前为止 负责在陆家镇搜捕的五个小组 没有一个发现一点张坤的蛛丝马迹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这让吴传普和廖雁北 整天急得在办公室打转 因为范昌明已经给他们定下了 一个月抓到张坤的实现 到时候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并且他们心里也很清楚 那次搜查蒋宁湘的家一无所获之后 被蒋宁湘告到了田振东那里 范昌明只好跑去汇报工作 可又苦于找不到蒋宁湘的确凿证据 难以自圆其说 结果被田振东狠狠骂了一顿 要不是在这次行动中 瞎猫碰到死老鼠 发现了张坤的踪迹 背个处分也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蒋宁湘可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警察没有证据 甚至没有搜查令 就擅自闯入人家家里 这可不是一般的小事 就算一般老百姓也不会善罢甘休 更何况蒋宁湘了 所以田振东教训起范昌明来 也不用有什么顾虑 差点把手指头戳到他脸上 最后 看在发现了张坤线索的份上 则令范昌明戴罪立功 必须在一个月之内 将张坤抓捕归案 否则老丈心丈一起算 范昌明被逼得没有办法 只能给廖雁北和吴传普施压 同时调动全部警力 集中在陆家镇方向 一面围堵 一边派出五个搜捕小组 化妆成各种职业的人 在陆家镇及其周边不分昼夜的进行搜捕 然而大半个月过去了 连张坤的影子都没有看见 不过倒是有不少村民为了赏金打来电话 声称在当地发现了可疑人员 可最终都排除了嫌疑 反倒让负责搜捕的办案人员 东奔西跑搞得筋疲力尽 时间一长就慢慢有点懈怠了 焦头烂额的廖雁北和吴传普 整天面对着一张陆家镇的地形图 猜测着张坤有可能逃跑的方向 或者藏匿的地点 用手里的笔在地图上 画出了几十个重点区域 急迫地等待着陆家镇那边 能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 所以当廖雁北和吴传普乍一听说 监听到陆明和陆奇的通话内容 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奋 因为他们所有的经历都放在张坤身上 暂时哪有心思管陆明的事情 不过陆明和陆奇简短的几句对话 让两个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嘴里都不自觉地念叨了几遍 那句算是完整一点的话 最后吴传普一拍桌子大声道 陆明这小子 很有可能真的暗中和张坤勾搭 听这意思 好像是想偷偷地给张坤送烟呢 廖雁北一脸惊讶 而又疑惑地盯着吴传普 似乎被他的想象力吓了一跳 太牵强了吧 这种时候 他要是问陆奇张坤喜欢吃什么 我倒还可以理解 即便给张坤送烟 有必要讲究到 专门给陆奇打电话询问抽什么牌子烟吗 就算张坤是他大爷 这种情况下也不一定有这个孝心吧 吴传普固执地说 那你说 他为什么打了个岳阳电话 就为了问问张坤抽什么牌子烟 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就凭他提到张坤的名字 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那天晚上的盗窃案 如果真的是蒋宁香和陆明自导自演的话 那半路杀出的张坤 有可能跟陆明有牵扯 起码和那几个盗贼有关系 何况 张坤还以和尚的名义 公开在陆明的家里进进出出呢 谁知道蒋碧云有没有说实话 廖雁北沉思了一会儿 你的分析啊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经不起推敲 别忘了 来报案的可是陆明 帮我们核实张坤身份的也是他 不过这个电话确实反常 应该有什么确切的含义 吴川普说 报案是因为他想洗清嫌疑 并且断定我们不可能抓到张坤 至于帮我们核实张坤的身份 那是在范局长的逼迫下才不得已的行为 试想啊 如果张坤眼下被陆明控制 他很有可能杀人灭口 买一条他喜欢抽的烟 应该属于是一种心理原因 廖雁北犹豫了一会儿 最后缓缓摇摇头 陆明控制张坤 可能性不大 既然张坤在他手里 并且想在张坤临死前 送他一条喜欢抽的烟 完全可以直接问张坤 有必要打电话去问陆琪吗 不过这个电话确实反常 应该有什么确切的含义 说着 拿起桌上的电话 拨了一个内部号码 说道 把通话录音拿过来 不一会儿 一个女警拿了一个播放设备 放在办公桌上 然后就走了出去 吴船普按下了播放键 这有勇呢 找阿龙吗 不找阿龙 就找你 我问你啊 张坤平时喜欢抽什么烟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别管我干什么 我只问你 张坤平时喜欢抽什么烟 你以前跟他走得这么近 该不会不知道吧 神经病 他只抽一个牌子 万宝路 喂 喂 阿明 神经病 咔哒一声 录音到此结束 廖雁北又按下播放键 重新听了一遍 然后抬起头来说 有情况啊 不过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听听 陆明的声音似乎很急 甚至最后 没等陆琪说话 就把手机挂断了 吴船普惊一道 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廖雁北点上一支烟 抽了几口 在房间里来回夺了几步 忽然转过身来说道 根据陆琪的说法 张坤只抽万宝路这个牌子 而陆明并不知道 他之所以找陆琪打听这件事情 很显然 有可能发现了张坤的踪迹 或者他一直在私下寻找张坤 不管怎么说 陆明肯定发现了什么 不然不会这么着急打听张坤 喜欢抽什么牌子的烟 吴船普一脸惊讶的样子 随即把播放机拿在手里 接连听了两遍 最后吃惊道 你的分析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万宝路香烟和张坤 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根据他抽的烟的牌子 就能找到他 会不会张坤在什么地方 买过这种烟 被他发现了 廖彦北犹豫了一下 随即有点兴奋 马上联系 我们安插在大江军公司的人 看看能不能提供一点 有用的线索 让他们马上搞清楚 陆明这两天的行踪 我要跟徐晓帆联系一下 晚上吃饭前 老三和老五从陆家镇 赶到了梅园村 他们不但带来那只 曾经在大街上 和警察对抗的鸟冲 还按照陆明的吩咐 买了一小包纯茧 这玩意说白了就是工业盐 吃起来有点咸味 听完陆明的安排 老三和老五又激动又恐慌 他们可是对这个名叫宝林的人 早有耳闻 并且对他的了解 并不比公安局少 只是没想到 竟然躲在梅园村 并且还要亲自动手去抓他 一时 心里面确实有点急 要不是看陆明 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甚至还有点打退堂鼓呢 毕竟他们可不是职业罪犯 陆万林和陆虎他们 已经在老宅子里摆好了供桌和王魁的牌位 长明灯香烛都点上了 现在就差没豆饼了 等到陆万林的老婆在厨房调馅的时候 陆明趁着他和面的功夫 把老三他们买来的纯茧在馅里倒进去四分之一 然后不停地用筷子搅拌 陆万林老婆看见了 还有点过意不去 过来抢着夺过了盆子 嫂子 别再加盐了啊 我都已经加过了 再加就有点闲了 说完 走出来在陆万林耳边 小声嘀咕了几句 陆万林点点头 急忙进去当监工去了 生怕老婆不知情 吃了陆明调制的特殊馅饼 约摸掌灯时分 王良急匆匆跑进来 笑道 啊 阿明啊 还没吃晚饭吧 走走走 去我家吃 总不能一顿饭不吃就走吧 陆明看看表说道 王大哥 别客气 我在万林这里随便吃点就行了 你忙自己的事情去吧 王良走进陆明小声道 我弟弟回来了 他想请你过去一起吃晚饭呢 陆明一听 王怀平叫自己过去 倒是不好拒绝了 并且来门渊村找王怀平 叹叹口气 也是此行的目的之一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 农村又没有路灯 巷子里黑漆漆的 好在陆明本来就是在农村长大的 倒也不像城里人那样磕磕绊绊 趁着去王良家和王怀平谈话之前 他还想从王良这里打探一点消息 按照陆万林的说法 王良喜欢吹牛 应该不会刻意隐瞒自己 王大哥 我以前不知道 可最近才听说 王书记就要调到市里面当大领导去了 有这事吗 陆明像是好奇地问道 王良撇了陆明一眼 犹豫了一下 也不是什么大领导 不过就是个副书记 你听谁说的 陆明没想到 市委副书记在王良眼里面 竟然不算大领导 心想 难道他还指望弟弟当上省委书记 不过这老小子显然是跟自己装呢 其实心里不知道有多得意 哎呀 原来这事是真的呀 今后那可要多巴结巴结你们兄弟了 到时候可别不认识我呀 王良一脸得意地笑着 怎么会呢 大家向里相亲呢 其实啊 你爷爷和我爸都没了 我也不会记得过去那点沉淀烂骨子 何况你还帮过我的忙呢 顿了一下 小声道 哎 这事还没宣布呢 你等一会儿 可别在我弟弟面前提起 要不然 我可又要挨骂了 陆明笑道 哎 这个你放心 我的嘴紧着呢 哎 对了 我还听到一个传闻 说你弟媳妇和市里面哪个大人物家是亲戚 这一次 王良犹豫了好一阵才说道 你打听这么多干什么 我哥可不允许我多嘴多舌 不过我弟媳妇确实不是一般的人 陆明故作不信 可我听说 他只是法院的普通干部啊 王良好像受不了了 谁说是普通干部啊 实话告诉你啊 要说起级别 我弟媳妇比我弟还要高一级呢 陆明一脸惊讶 是吗 怎么没有听说过 那你弟媳妇是什么级别的干部 王良闷着脑袋走了几步 然后放慢脚步 等陆明跟他走了个肩并肩 才小声说道 你知道的这些都是老黄历了 实话告诉你啊 半年前 我弟媳妇就当上了检察院副院长 陆明一脸惊讶 呀 副院长 那不就是正团级干部了吗 那可不是比你哥高一级的问题了 其实你哥眼下应该是个科级干部 怎么一下子就升到副书记了 岂不是比你弟媳妇还高级 王良嘟囔道 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 不过陆家镇呢 马上就是市里面的一个区了 我哥先当区委书记 然后才当市里面的副书记呢 陆明听得一头雾水 心想 就算陆家镇 升格为W市的一个区 王怀平 起码也要在这里干几年 难道刚升区委书记 就马上调到市里面 当市委副书记 看来 这也不过只是个传言 说不定 还是王良自己瞎编的 王怀平 要想当市委副书记 起码也是几年之后的事情 怪不得 蒋宁湘官场消息 这么灵通 都没有听说过 对了 你弟媳妇叫什么名字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想认识一下 王良撇了陆明一眼 似乎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 笑道 怪不得你小子年纪轻轻的 就能当大老板呢 还挺机灵 那就告诉你吧 我弟媳妇叫陆书平 他们那个单位我去过 我老天 二十几层高的大楼 墙面全是玻璃做的 闪闪发光啊 陆明打断王良的吹嘘 惊讶道 姓陆 难道是陆家镇人 怎么你一听姓陆的 就以为是陆家镇人呢 他可不会认你这个陆大将军的敌心传人 不过说起来 也跟陆家镇有点关系 你说啊 现在的上海人 说白了 就是江浙人 别说W市 就是东江市的 要是论其祖宗来 哪一个跟陆家镇 没有一点关系啊 传说古代的时候啊 根本没有什么W市 也没有东江市 那些时候啊 这个地方全部属于陆家镇 都是陆大将军的地盘 说到这里 似乎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 急忙补充道 哎 我说的可是古代啊 黄大哥 你的历史知识真是不得了啊 找机会 我可要向你好好学学呢 王良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啊 我毕竟比你多吃了二十多年的盐呢 说着话 到了王良家的门口 陆明也就不再多问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 今晚饭桌上没有别的客人 只有王怀平和王良两个人作陪 这倒让他有点受宠若惊 白天心里的不满也就渐渐没了 王怀平看上去挺客气 见陆明进来就迎上来跟他握手 一脸歉意的说道 哎呀 陆总啊 实在不好意思啊 今天家里面事情太多 都没有顾得上跟你打个招呼 所以我让大哥特意叫你来谈谈 陆明这辈子没有见过什么官 王怀平虽然只是一个镇党委书记 可他的举动已经让他诚惶诚恐了 急忙双手握着王怀平的手说道 哎 领导这么忙 怎么好意思打搅你呢 有王大哥招呼我就足够了 王良似乎知道弟弟要和陆明谈正经事 所以 赔了几杯酒之后就找个借口下楼去了 桌子上只剩下陆明和王怀平两个人 两个人稍稍沉默了一会儿 似乎都想等着对方开口 可陆明在得知 王怀平有可能是孙干那条线上的人之后 就变得格外谨慎 甚至打定主意 如果王怀平今天晚上不提到那笔赞助 或者敏感话题的话 自己就打算保持沉默 最后还是王怀平先打破了沉默 端起酒杯浅浅扎了一口 我前些日子去党校学习了 回来之后才知道 你当上了大将军公司董事长 不知道蒋总是辞去了董事长职务还是 王书记 虽然我们没有什么交往 可你应该也听说过 我有几斤几两 实际上 蒋总并没有辞去董事长的职务 而是他女儿在国外突然得了病 还挺严重的 所以过去探望 当然了 他也想趁机考察一下国际市场 看看能不能做点外贸生意 所以呢 就让我暂时代理几天 说白了 公司的一切 蒋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的 我这个董事长啊 充其量也就是 田里的稻草人差不多 王怀平一愣 盯着陆明注视了一会儿 忽然哈哈笑道 哎呀 陆总啊 你可真是够谦虚的 照现在网上的时髦说法叫 叫自黑 你倒是挺舍得自嘲自黑啊 就凭这一点就没人敢小看你啊 陆明嘟囔的 哎 我说的是实话 实事求是 哎 不瞒你说啊 这几天呢 我这个董事长就碰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让我确实左右为难啊 既然在这里碰见你 正想请你指点一下呢 我说实话 你找到你这一件事 你找到你了 这些什么事 我找到你了 我再跟他走 我手飓啦